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学期可以说 在这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还是很正常的上课 那今天呢 你看 外边的景色草木浮苏 阳光呢 亮丽普照 但是也非常的炎热 我们学期又到最后一次上课了 光阴 以前我们都说光阴事件 岁月如流 这两句话 其实是说的非常的真切 可是大家实言不查 各位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自觉 那么尤其人呢 到了老大 尤其呢 又进入冒底衰老 特别感到四个字 食不遗余 所以 时光呢 越来越不听我的话 不跟我在一起 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 在年轻的岁月里边 真的都掌握时光 掌握时光 掌握时光第一 在学习的岁月 就多学习 学习不只在图书馆读书 不只在图书馆读书 也要在天地里边中行 在图书馆读书 就是古人说 读万眷书 在天地间中行 就是什么 行万里路 我以前呢 有要踏破 这个人类七大桌 很多的宏为壮志 可是呢 才发现 我重视那么样子 人的岁月是有限的 生命力也是不适无穷的 终于呢 虽然 这个 经历了不少 但是要如愿还是不 还是相当的难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 在你们呢 所谓富裕春秋 富裕春秋 就是你将来的岁月 还很多的时候 也应当要好好掌握的 �奇不可思 �奇不可思 的意思就是说 对你学习 对你上进 都有意义的 你就要好好掌握 但是不要去迎求 迎求就很辛苦 不自然 常常会浪费许多的生命力在里边 甚至于伤损掉自己 更可贵的一个纯真的心灵 所以所谓积不可失 事实上是在自然的情况之下 你好好能掌握那个机会 我一辈子也要追求名利 因为没有名妙利 难以立足于天地之间 但是我所追求的 只是自然而然能获得的 小名小利 从不用心 更不迎求去追逐大名大理 我得了奖不少 排下来也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没有一个奖是我自己去申请的 没有一个 那你像以前的国科会 现在科技部 这是大学教授 等于自己给自己交的成绩单 你的研究 那你的研究送上去 他就给你讲 你难道不要吗 我有一次还说 我是九党党魁 九党党魁怎么可以写全国最好的文章呢 不行 重审都有啊 确实都有啊 重审 把我的论文重新寄到美国 重审 只因为我是九党党魁 九党党魁在他们观目中 是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 结果呢 九党党魁让他们很失望 因为再审 还是审不下来 九党党魁不只会喝酒而已 类似这样的情况 你不是就迎球来的 所以每一年啊 学习一块结束 我都告诉各位同学 你今这个暑假 这个寒假 读一本好书 对不对啊 访问你两个好朋友 去看你想看的 一些以前没看过的东西 走一走 以前还没有走过的地方 读一本好书啊 尤其重要 这我一再的这个 祝福各位的 今天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这个 因为所有的好的事情 都是累积下来 都不是一处可及的 不是一处可及的 你由于累积 它自然会成为网络 成为网络 它自然就会成为你 这个网络就成为有机体 有机体 就是与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经验也好 智识也好 智慧也好 它都是可以以心灵灵光交织的 而不是零零碎碎的 激取记忆 你用碎碎的东西 很容易就会怎么样 闪失掉 这个经验希望各位都有 今天 因为我们在座的同学 或者有的老师教授 他们也是学习更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11点就要离开这里 我们去到那边大概11点半以前 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大概11点半 那么可以让大家可以相处的时间多一点 那这段时间我就不讲这个书了 本来我要讲的有两个题目让你们选择 一个就是有关台湾的这个 有历史地位和乡徒意义价值的戏曲 第二就是我一辈子创立 而且现在我们九党动不动 只要挡回在一起 党员就会人间愉快 像希特勒那样 蛮有趣味的 都是七到八十的 各行各业的这些人 讲人间愉快 我说那简直是人间愉快教的教主了 但是我们的人间愉快 不是要追求我佛的西方 也不是要追求耶稣的天堂 我们只是要现世种福田 现世享福果 那如何达成人间愉快 我自己是有一套理念 其实我的书里面都有了 都有了 那可是时间上呢 我们不能收 那一年下来 都几乎是 我在收给各位听 以前我还会点名问你们 有没有读奖役 后来连这个都没有问 都是单向的这个输入 还没有双向的交流 所以利用这几分钟时间 可以聊一聊 聊些什么呢 比如说有几位选课的同学 现在只剩下两位 有的大陆都不能来了 那有的呢 他们选课呢 现在我才知道 选课是一学期都可以选 事实上我们开的是一年的课 但他们都一学期 所以只剩下两位 所以这两位同学呢 要特别说一说 你们这一年下来 上我课的感受 第二呢 就是说你们呢 自己有什么样的 这个机会 不管你 你自学 处事为人 你有什么疑后 你可以提出来 我们简单讨论一下 那两位之后 其他呢 就可以 比较自由发言 好不好 好 那么现在就请 这个郭立宗 你来搜搜看看 来 可以坐着说 也可以 好 我坐着好 要自在意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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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年才念 座椅的国立宗 然后我 不用说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念的是历史系 然后 然后我装俗修中文 然后 就是在这个过程之后 有稍微接触到 跟戏曲有关的东西 对 因为 就是 就是我在 第十季的时候上课 然后上到明星史有关的东西 然后 就有 那时候就有一些 做一些小小的报告 然后就提到 关于家近年间的一些奸臣 然后他怎么变成一些 这个戏曲里面的人物 然后他那边的形象 这段话 然后那时候就有针对 像延松这样一个大奸臣 做了一个小小的报告 对 然后就是在查找曾老师的时候 就有发现那个 曾老师的大名 所以 所以到 就今年 又跑到台大之后 就 他发现曾老师竟然还有在开课 然后就 非常会开心的就选下去了 对 其实主要是这样一个契机 然后 这样这一年上下来的过程 那个 我 这个课中我原本预期的内容 还算是有一点落差 因为 我原本没有预想到说 原来戏曲还有在 小戏跟大戏 这样不同的阶段 然后 我其实对于戏曲的九大元素 也 在大学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 这个 接触到 所以 算是第一学期 算是有开业界的感觉吧 我想是这样 对 然后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老师给我比较大的 印象深刻的地方 是在 像是 南系 北系的这个 原流的考树 然后他们之间如果有影响 然后甚至是一些 声枪剧种 因为这些名词 其实在以前查找文献 或者是做一些 这个研究回顾的时候 其实都会 稍微有看到 像是声枪的部分 对 但是 其实完全没有一个 就是有机会去有系统 去接触到 像是这样子 像老师讲的这么有系统的东西 对 所以上到老师的课之后 就其实就对这一块 就是更有 算是更掌握了 至少我在看一些研究论度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说 我的关注的点 到底是放在哪里 对 就是对我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 那 因为我现在还缩一 然后 我 我其实对于 这个中文学们的东西 不是很熟悉 对 所以我还没有确定 好自己要研究什么方向 对 所以我其实这一年来 从 跟经济学比较相关的 然后到 像是文学 文学的话 也接触到 像是 宋代的文学 或者是 宋史 或像是老师的戏曲 我直接做了碰 对 所以我其实到目前还在慢慢摸索 这个 研究的目标 对 因为我还不太确定 对 不过 因为老师 这一学年来 这个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 讲益 看起来的内容 都是很扎实的 然后 包含像是老师 会真正某些词汇 然后去做 那个 去做很多的串接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 非常难免可贵 就是平常 可能在其他课 老师不太会教到这些方法 方法论的问题 然后在 这堂课的课上 都可以 学习到 这算是对我来讲 比较大的启发 对 那我们就 小小的分享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立中市 这个中文研究所一年级 各位 从他刚才的报告 是 可以令人很感动 因为 他把一些 虽然说话说得很简短 但是呢 可见他 都把我们的课程的要点 都吸收在心胸之中 而且 也能体会到 我所重视的 就是自学的 态度方法 因为态度方法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培养成功的 也不只是一个学门的学问 能够完全达成的 所以啊 像你们这样的时代 就能像蜜蜂一样 去采集花蜜 因为每一位老师 就像一颗 展开的花朵 你只要去采集它 它就会提供你 甜蜜的蜜汁 你把各色各样的蜜汁 晾起来 成了花蜜 就是你一己的花蜜 这时候你就会 你老师之所长 成就有一家之缘 古人所谓 转意多诗 是无诗 杜福说的 我不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不停地学习 越来越丰富 这些都是我要追求的 希望你能如此 只有一句 一个小丁点的 语言上的毛病 我给你揪出来 你刚才说 上了课以后 有所落差 有所落差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本来抱着什么希望 结果老师给你吃 你应该说 对我原来 我发现 我收获了更多 我说什么 你的意思其实是这样 但是你用了语言 这个因为你的毛病 你不要下一次也再同样用 就不好 很好 那这个 这个 伟宏 陈伟宏 是我们 戏剧研究所 寿山 戏剧研究所寿山 戏剧研究所寿山 老师好 大家好 嗯 那因為其實我搞不順好 所以我就大概講一下 我上了這兩個學期的課的一些新聞 那一開始其實我剛才會學的 他是從歷史系這種比較文學性的 然後加入歷史方面的那個科系畢業 因為我是機械系畢業 所以我一進到戲劇所的時候 真的是一種震撼教育科 然後我就是盤子我就是考進來之後 我就想說啊怎麼辦 或者對那個戲劇的蠻強的 然後我真的不是這樣想 我就對戲劇蠻強的情況就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我就開始想說 好好好那我一定要學你這種戲劇的課 可是其實戲劇所他的課呢 有蠻大一部分其實是 比較偏西方 在當時的詩詞 但現在今天已經不一樣 今天有教了一些不少老師的課 我當時就只有賀儀老師一個人在教 中國戲劇的部門 所以我就一直跟賀儀老師一起學習 然後我都有在講說 有一天我先問賀儀老師說 欸老師那個現在的劇總學聲槍 還有沒有可以做的 因為我從以前的業者學先生 一路這樣子下來就想說 哇這種排序的方式 都已經要做完了 他說 你要去上曾老師 因為反正是莊老師的課 可是因為曾老師 在兩個學期之前已經有開過一個 眼鏡時的一個課 然後還是俗文學都卡到了 底修課 所以我的課其實 早就已經在這次眼鏡已經修完了 那個學生都已經修完了 所以我一定要來學這個課 然後我就來了之後 我就想說 好 我一定要來發現 找出我怎麼樣 繼續往劇總學跟聲槍 聲槍的戲劇時這個方面 這樣子 走這一條路的這個路徑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進來 修了這課之後 我滿滿的更多的問題出現 我發現老師用的方式其實 怎麼講 你可以說傳統也可以 你可以說也可以說不傳統 因為這種方式的做法其實 就如老師說到非常紮實 可是它又是一個超級難做的方式 它就是老師所謂的用資料說話 這讓我們之前在 兩年 之前的兩年在戲劇所所 而戲劇所所學的 有非常多哲學性的方式 其實是我們非常注重的 那戲劇時的方式 戲劇時的資料板是比較少的 這種用鋪牌的方式 這樣子一直在說 說問訣的方式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一進來之後 其實過為是滿痛苦的 一直看老師的一些著作 其實我之前已經就有看過 那 從 之前老師出了戲劇學一 然後再到後來的 那個 那個是什麼 地方劇種的那些 一路這樣子看起來 我就大概知道了一些 老師的方式之後 我想說話 好 是不是該要找一些行動方式 那 這其實 這其實是我一直 很想問老師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進來之後 說了這堂課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呢 我最多的問題是 我真的還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就是 呃 該怎麼樣 呃 重過這所謂的 劇種學 跟戲劇學 那 當然我還是學會 學習到非常多 其實它 應該是 應該說是 應該說是 嗯 嗯 你說 你怎麼說都可以 我會回答你 我會回答你 好 就是 因為 其實我還是很希望 就是 在這邊找到就是 一個方式就是 嗯 因為我應該是這樣 因為 老師一直說 我有個缺 比較大的一個忙碟 就是我的問題 一直入住 就是我不太有辦法 找到 你的問題 你哪一位老師告訴你這樣 我沒有告訴你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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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說 哇 你們老師的這個問題 又 挖得很深 很深 然後 你如果賀與您 就說了 林老師 啊 您說老師老師 我不知道你在說我 還是在說 好 好 你說完了嗎 欸 大概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個 可見呢 這個 呃 韋鴻啊 他呢 也是對於 戲曲啊 本來就有一種 研究的熱情 很期望的 說到戲曲 戲劇研究所啊 啊 你們大概不知道 真正的創立人是我 啊 啊 我把他 寫企劃 我去叫一部吵架 我把他成立了 啊 成立了 啊 成立了 但是我的威人是 威雅不由 啊 啊 我不會去就 接所長之類的 所以他成立以後 我當時的設計的方法 是 中文系 外文系的學生 一起適用的 所以他的 老師 課程的設計 是中文系對比的 啊 那中文系進來呢 有中文系的這個基礎 但是也可以誇到 這個 這個 西方 外文 同樣的 形形 外文有他基礎 又誇到 中國這邊來 那麼研究 就 看你將來的興趣在哪裡 是把它當作一種 學術研究 而不是劇場實物 不是劇場實物 可是呢 因為整個 呃 現象啊 戲劇好像 西方的人 占了相當的比例 那 這樣一來下來啊 你們學校的 你們系的老師啊 就偏向西方 偏向劇場實物 那林鶴魚啊 還是我極力把它 推薦在那邊的 否則我不做手掌 連林鶴魚這個種子都沒有 那現在 好不容易有王安琴進來 現在又有這個 一個年自立 和王安琴退休了 所以呢 還是中國方面 比較單薄 比較單薄 這個是整個背景啊 但是我的委員是這樣 當我把我的理想 我把它努力完成 唯而不由我退出以後 我就不會再去 干涉 或者參與這個 我曾經努力過的對象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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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卸任的時候 買了兩棟房子 接近一萬冊的書 辦公室什麼 不再漂泊 可是我 一退休以後 我到現在 沒有說 再 踏入 自己 沒事踏入 當然你們希望我去的話 我就會去 去觀設或者什麼 沒有 所以你這個戲劇研究所啊 我已經可以說 幾十年了 沒有去 連你們開什麼課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 設立是我設立的 這個是 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那你剛才所說的 你要研究劇種學 還有戲曲史 這兩個問題啊 其實呢 就是 目前戲曲研究裡邊 很重要 而且很龐大的 兩個課題 如果你要研究戲曲史 沒有把劇種學先弄清楚 你就難以見過戲曲眼鏡史的這種 那我 還有 一個 那我剛才講過 所以我今天給各位 所發的講義 最重要的就是 劇種學有小細大細 對不對 有小細發展的大細 分公廷和什麼 公廷和民間 公廷的小細發展成為北曲雜劇 民間的小細發展成什麼 南曲細文 然後北曲雜劇 南曲細文 交化 又發展成為新的一個劇種 一個就是明清傳奇 一個就是明清南雜劇 好 這是什麼劇種呢 就是唱詞是詞曲的系統 音樂是曲排體的這個戲曲劇種 同樣在從民間又從說唱文學裡邊 在發展成為一個施戰系板腔體 有沒有啊 我們都講過了 施戰系就七個字 十個字 就現在的京劇 板腔體就沒有公調沒有取牌 這就是近代的地方戲曲的主體 主要東西 這就是劇種學的一個建構 像這樣的建構 兩岸就是我們 我把它建構出來的 戲曲遠近史 你既然要談那個史 那麼每一個劇種 是不是要原生啊 是不是要形成啊 是不是要發展成熟啊 是不是要衰落啊 這些的過程 就是戲曲史要探討 在這過程裡邊 是不是有重要的作家 重要的作品啊 在藝術上是不是有 有不停的這個演進成長啊 文學上也有它的這個演變特色啊 音樂上也有這個 音樂上也有這個藝術 這些的這個歷程 還有它本身理論的建構 有沒有越來越精密啊 好這些的建構 整體就是戲曲史的這個研究 但是中間裡邊 有一種關鍵性的地方 比如說它是怎麼樣起源的 它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形成碎變為大戲的 大戲發展成熟的 那個關鍵點 什麼條件 什麼情況 這些就要用什麼來考書啊 這些就要資料啊 要全家考證學的一個自學的態度能力啊 我所說的讓資料說話 就是用這些東西的 而現在兩岸做到這一點的只有我們 因為你把大陸寫的戲曲史翻翻看 別曲雜句怎麼來的根源 說不清楚 什麼時候成立的 說不清楚 各位還記得別曲雜句我們說 它分作幾個階段 然後 驗本 驗妖 妖莫 然後 別曲雜句 光名詞上就這樣四個轉 你說 這就是別曲雜句引進的四個階段 不同階段名詞就不一樣 你請問看看任何一個戲曲史有沒有這樣的論述 因為他們找不出他的定位 這個定位就是最大的功力 所以你所說的志氣是很大 林荷宇我主導他的時候 他講他是以腔調為主要的研究 但是什麼叫做腔調 自古以來沒有人去探討他 什麼叫做腔調 你連腔調都搞不清楚 你如何論述腔調 你看我未來要探索什麼叫腔調 花九萬個字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集刊 發表一篇論述腔調 四個字 這就是很根本的自學的學問的基礎 這個基礎不定 你寫一堆的腔調都是胡說八道 因為觀念都會混淆 腔調會不會碰觸啊 會的 因為他不同的語言系統就會流播 碰觸會產生什麼現象 這現象如何產生 那麼你如果對於過程腔調的這個基本元素不瞭解 你怎麼能說他們碰觸以後產生什麼 誰強誰弱呢 搞不清 所以啊 主要就是因為 細體這個東西以前不被看中 甚至於沒有用一種真正的學術 去治理他 還好開頭的王國偉有 可是後來我的老師那一輩的呢 他們只要在文獻學上的 教堪啊 整理啊 這有沒有用啊 這很基礎的東西 你這些文獻如果不教堪整理清楚 我們怎麼樣去用它 怎麼樣去研究它 所以早一輩的老師們給我們這些 省得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才看各位說戲曲學啊 是一塊臥野 一塊臥野 去開墾它 的人還不多 所以存在的問題也很多 我們台灣呢 原來啊 這個 我的學生背裡邊 可以說 栽培的老師啊 令大陸的前輩老師都說 台灣有一批年輕人 可是在台大 慢慢消沉 原來我們台大 是很像的 如果說一個實際情況 要來研究戲曲 幾乎都是考進研究所第一第二名 第三名都還 但慢慢的 因為某種緣故不會不好說 就比較衰弱了 但大陸現在 年輕人很多 很多 這是這個現象 好 你們兩位講過啦 文明妳要不要說兩句 好 說兩句新的 大家好 我是張文梅 現在目前是台灣藝術大學博士班的學生 那由於我們戲上開的課都比較偏叫跨裏域 那在學校裡頭上的課比較浮遍是西方的理論 東方的理論當然只有適得於老師會開戲曲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會覺得不足 而且我自己本身是學人雜技出身的 那由於從小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那所以 開始慢慢就覺得說 欸 戲曲跟雜技其實它都是離不開的 然後從最早的百戲開始 一直到西不離近 記不離戲 那這一塊說真的 在台灣尤其是我們自己本身 學雜技表演的老師或者是學生們 他們大部分都會認為 目前當代的表演就是都是西方 所以我希望我的博士論文也在老師的開題之下 會寫就是戲曲雜技工法之研究 就是探討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論文寫完之後 最後再去做一個作品 最後呈現出來雜技跟戲曲是非常有相關的 而且老師要告訴我們一句話 人氣我取 所以我一直記得這句話 沒有人要研究的東西 我就好好乍根去學習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要來旁聽的原因 謝謝老師 好 這個佩馨呢 從考入研究所 就做我的助理 現在博士班畢業了 也當了助理教授 可是還跟著我做博士後研究 我想佩馨也可以用很簡短的話 告訴你在我身邊那麼久 你的學習的這個 這個面向方法 提供給他們做個簡單的參考 好啊 那其實 因為我是就是中文系這樣子一路念上來 但是所以就是在我們這個中文學文裡頭呢 如果要做戲曲這方面的研究的時候呢 就是一定會遇到就是 你到底是要做按頭文本的研究 還是你有辦法去跨到場上音樂 或者是表演的研究 那這兩塊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領域 而且是對任何一個研究者都是有一定的難度 有一個學者可能會比較傾向就是偏向於 如果他是做文演戲曲的話 他就可以只專注在文獻上面 但如果他自己本身是 因為個人因素有一些可以接觸戲曲 不管是金昆跟仔細難怪的那種機會的話 他可能就會比較能夠去涉獵到音樂的部分 表演的部分 所以這個真的是會影響到就是 這個不管是研究生 或者是將來他成為了一個學者 或者是一個老師的時候 他所走上的這個研究的路子是很 會呈現兩種很不同的方向 而我跟曾老師從數學班以來一直到現在 雖然我一開始的切入的方向是從難怪音樂開始 但是也的確是曾經遇到過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 老師們會急我說 那你可以做難怪音樂的話 那你怎麼不是去音樂所 會來考中文博士之類的 那可是後來我自己在選擇自己的研究 或者是說我在老師身邊所得到的這種研究的方法 我認為我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學者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是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我在老師身邊學到的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 如果你覺得要補點興趣 就是假設是宋元明清這顆方向去研究的話 那在這些大家都能夠找得到的文獻、文本、文字上面 你要去做深入的研究 或是說你想要再開拓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的話 那當然這個研究方法上面 就是說我們是要從比較傳統的方式 還是說是去結合所謂的西方理論 讓你的研究好像得出一種新的架構呢 這個都是每一個人不同的選擇 那只是說我跟在老師身邊學習以來 我自己的擅長的跟我比較希望自己能夠使用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也是比較是依循著老師的論詞的 就是說那所以老師給我最大的這種研究能力的開發 或者是說我最理理自豪的應該是我在找文獻資料方面的能力 以及我在辯證資料方面的這種 把大家可能很常用的文獻 但是我可以考證出說 它可能是被用錯了 那它一個小小錯誤的糾正 它可能會影響後面所有結果的一些退導 那這些小東西的小小的錯誤的糾正 它是否能夠影響到後面整個戲曲史的 就是整個結論的一些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我這幾年來在老師身邊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我喜歡 我也願意花時間去經營更有力的 那至於說你說場上音樂或者是實際表演藝術的那一塊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現在現實的這個整個學術圈 跟現在藝文界的環境來考量的話 如果你不是做最主流的經驅跟婚驅的話 其實以台灣的 就是只在台灣流過的這種居酒 就是說它不是全國性的流通居酒的話 它一定會受限在它的語言跟音樂上面 那能夠跟你討論的學者一定相對就少 對吧 那所以如果你不是做經婚這兩種 而你想要成為一個大學者 就是說你可以跟任何一個做戲曲的學者溝通的話 一定會有相當的受限 所以雖然即便我是學南館音樂出身的話 可是我只會覺得說它只能變成是一種 我的娛樂、我的調劑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把它視作為一個 而我之後就全部都要往南館去發展 但是它的確幫助我在看南戲的資料的時候 泉舟的資料的時候 我可能比別人可以多看一種材料 就說我可以看得懂南館的虛譜、公尺譜 但是要把這種比較屬於方言性很強的劇種、樂種 拿來作為一種學術上的研究的話 那你就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說可以跟你討論的人 相對而言一定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後來的轉向就會比較是傾向於 在宋代的文獻方面或者是宋原名這三塊去做研究 那也是因為在老師的就是陪老師 應該說跟著老師的這些戲曲史的工作以來 那剛好就是跟老師的這些朝代是比較貼近的 所以我還可以在一方面幫老師工作 二方面也找到自己可以在努力挖掘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這些年來跟這老師工作跟研究的經驗跟所得 分享給大家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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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他 兩個岸的學者有一個基本上不一樣 大陸的學者幾乎和劇團演員是隔閲的 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学术研究 所以当他们知道我既能写高文典册的学术论 也能编各种剧种的剧本 不只昆剧、京剧、其他地方戏曲剧种也可以 语剧、歌子戏 他们就很差异 不止如此 他们又觉得我和台湾的戏曲界非常舒适 基本上大家也很尊重 那这个就是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不一样 因为我在研究过程里面 我在哈佛大学感受到台湾 被美国人把我们当作文化的殖民地 所以回到台湾 民国七十年代以后 我就和许常卫先生大力去做台湾的乡土艺术文化和传统艺术文化的调查研究 就是维护发扬这样的工作 而且是全台湾的 是各设各样的 你们能想得到的 反正传统的 乡土的 表演艺术 手工艺术都包括在里面 当时影响很大 今天没有时间说 同时我还带领我的学生朋友 到闽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山西、陕西、湖南、江西、到江苏、安徽、山东、 等地去做田野调查 看市 我用的方法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 找当地的朋友协助帮忙 所以可以 所谓事办公辟 比如说到桂林 请朋友说 你把广西的重要剧种 六个剧种 那个晚上给我 每个剧种演半个小时 六个就是三个小时 我会好好给他们的细筋 这样一来 我一个晚上就可以 非常舒服的看戏 去录影调查 租类的 有的学者还居然 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基础功力 还写文章说 曾先生就是因为远在台湾 对大陆的戏器 涉略比较少 本来我要说 你看的戏比我少得太多 所以我有这样的背景 而且在民间调查研究 我把民间的艺人当朋友 所以呢 对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的地位 对他们的福利 我通通照顾 他们的地位 都把他请到大学来讲演 你看就光布袋系的死亡为例 他呢 在台湾的大学 就有二十几所大学 请他去 当然 起先开头 是我发动的 后来 大概有样是一样 所以就民间艺人 各社各样民间艺人 进入大学校园 是我带动的 我亲自率领剧团 杜黛系 傀儡系 皮影系 鸽子系 民主乐团 民主舞团 手工艺术 四十六次 你说跑了几个国家 我在用民主艺术做文化输出 这就是实物 实物与这个书本结合起来 眼界 种种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戏曲研究 对吧 如果以我为例的话 和大陆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那么 我当时也是因缘忌讳 还有说 积不可施 我在那时候 有那个机会 政府各单位的官员 他们对我都极尊重 主要我提出的观念 他们都会说 曾先生所做的 没有不成功的 他所做的 一毛钱都不会乱来的 你看我把这个带着这个什么到 德国法国南非这样 我每个团员给他们十万台币 一切以后 回来还给政府一百八十万 该还的就还给人家 所以这一种 他们说 尼尼是做了第一个 第一个这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 从政府拿出去的钱 又交回来的 没有 就好像 前年吧 去年 前年吧 我和佩馨帮我忙 一个寻演计划 我出了数 还回馈 回馈 回馈这个什么 回馈四星 他们一二十万 回馈科技部还三十六万 他们都说 从来没有一个教授 还拿回来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人不一样 这些啊 我不是说 你们也可以有样学样 但是 机会的问题